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作产业的土地 从你面前把许多国民赶出去 就是赫人 格加撒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伊布斯人 共七个国的国民 他们都比你强大 耶和华你神把他们交给你击杀 那时你要把他们消灭干净 不可跟他们立约 也不可连续他们 不可和他们结亲 不可把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再跟从主 去侍奉别神 以至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你们却要这样对待他们 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柱像 砍下他们的木偶 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你 特做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专爱你们 并不是因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多 你们的人数本来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 从被奴役的地方救赎你们 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 是信实的神 想爱他 守他诫命的人 守约师慈爱 直到千代 想恨他的人 当面报应他们 把他们灭绝 凡恨他的人 必报应他们 绝不迟言 所以 你要谨守遵行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诫命 律例典章 你们果真听这些典章 谨守遵行 耶和华你神 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守约师慈爱 他必爱你 赐福给你 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 应许给你的地上 赐福给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及你的五谷 心酒和油 以及牛毒 羊羔 你必蒙福胜过万民 你们的男女 没有不能生养的 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 耶和华 必是一切的病症离开你 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极 它不加在你身上 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 耶和华你神 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 你要把他们消灭 你眼不可顾惜他们 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 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 你若心你说 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 我怎能赶出他们呢 你不要惧怕他们 要牢牢去年 耶和华你神 向法老和埃及全地 所施行的事 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 大事宴 神迹 骑士 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绑壁 都是耶和华你神 领你出来所用的 耶和华你神 比照样对待你 所惧怕的一切人民 耶和华你神 并且要打发黄蜂 飞到他们中间 直到那剩下 而藏夺的人 在你面前灭亡 你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你神 在你们中间 是大而可畏的神 耶和华你神 必把这些国的人民 从你面前 渐渐赶出 你不可把他们 一下子灭尽 恐怕野地的兽 多起来害你 耶和华你神 必将把他们交给你 大大的扰乱他们 直到他们灭绝了 又要把他们的君王 交在你手中 你就使他们的名 从天下消灭 必无一人 神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直到你把他们灭绝了 他们雕刻的神像 你们要用火焚烧 其上的金银 你不可贪图 也不可收取 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 因为这原是耶和华 你神所憎恶的 可憎的物品 你不可带尽家去 不然 你就跟那物品一样 成了当毁灭的 你要十分厌恶 十分增贤 因为这是应当毁灭的东西 王大燥 不先眼垢的东西 你不可带尽家 因此有无敗